民财无爱 广度众生 现世者 相在严寿 一切埋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国青莱省美斯勒山 是战争时期 华人难民落脚处之一 泰国人称这一座山为 和平的山丘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美斯勒的好山好水 已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 困苦交加的难民景况 也随之转变成为 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 桂鹏村是美斯勒地区的 一个小村落 也是太北九十一个 华人难民村之一 山的另一边就是缅甸 居民多在山区种植果树 茶叶 山路条条 磁光片照 海盗法师迎邀来到 灰鹏村观音寺 为当地村民开示佛法 所以各位 一只小小的蛇 它也有记忆力 它也会报仇 你把它给杀了 吃掉了 它会找你报仇 所以各位到寺庙里面来 每一位法师都要各位吃素 千万不要吃肉 在寺庙里面不能吃肉 各位男人听了 在寺庙里面不能抽烟 在寺庙里面只能点香 如果你到寺庙里面来抽烟 你保证你将来得鼻烟癌 得肺病 肺癌 为什么寺庙是清净 你在这边点香烟 就破坏到寺庙的清净 那些护法神会生气 就像我们华人都相信 你把一棵树砍掉了 你骑摩托车就会跌倒 会车祸 树有树神 所以小朋友不能杀神 你说树 树没有关系 树住了很多的 我们经典说这个树 叫鬼神村 那些孤魂野鬼 树就是他的家 大的小的都住在上面 你把树子砍断了 你等于把一个小鬼的手砍断了 然后树妈妈就会找你报仇 你开始走路会跌倒 开摩托车也会跌倒 会流血 所以各位 我们到寺庙来拜佛 那你要了解释迦牟尼佛要我们讲 跟我们讲什么 他也要我们来念一下 相信因果 善恶报应 六道轮回 法师教导大众学佛事上求下话 因此上供下师的学习与实践 同等重要 都是自立立他的福德之良 都是自立立他的福德之良 我用寺庙来布施好 还是我用十块钱去帮助穷人好 如果你懂了佛法 两种都要做 因为佛是最高的福田 你供养佛十块钱 那你将来多赚十万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造佛事 造佛像 盖佛塔 印佛金 供养出家人 甚至供养出家人 富贵 那你要供养 但是你供养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功德 比如说你供养香 你的皮肤会干净 鼻子会漂亮 你的道德会好 你的耳朵会很喜欢听佛法 供养香 所以供养香 佛经说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将来还可以升天 供养香 供养花呢 除了刚刚讲的那些功德 脸会特别漂亮 皮肤会香 供养灯 你眼睛会漂亮 但是供养油灯 最主要 除了种种福报 还让你很聪明 开智慧 再来到了晚上 因为有点油灯 佛像就会亮起来 所以你的皮肤会白啊 会亮啊 所以各位如果 你要得到有钱 那你就要不死 走过数十年的岁月 曾经是太北那名村 带名词的美思乐 也逐渐走出了悲情 过去的历史 如今都只留在 太北一名文史馆中 供后人悼念 追思 佛法不可思议 利益众生方便之门 广大无边 具体方法也很多 海涂法师带领大众来到一名馆中 为亡灵点灯 施食 并将个人累劫累世 所作一切善业 放身护身 供养三宝 不失友情等功德 回向阵王将士 业掌消除 福慧安乐 燃起佛前灯 灭除心头火 厌此大智慧 照破众无名 供养诸佛菩萨 当愿众生 永离山土 同身净土 永离刀兵节 生仁天净土 好 各位把灯放在平安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最后在一名馆广场 慈悲焉共耀共 愿郑王兵族孤魂等众 上劫旺区耿耿灵魂 来受甘露味 无病离苦 身心自在 生天生净土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丁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酋酸厨鱼 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 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被斩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的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 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 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释迦牟尼佛也曾经被误会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讲课 结果有一个女人跑过来 肚子大大的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我肚子的小孩怎么办 结果连国王都吓坏了 佛陀跟女人睡觉了 大家正想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四大天王变成老鼠 所以护法神很重要 跑到小孩 女孩子的肚子把它咬破 对不对 让她那个假的肚子掉下来 然后大家才知道说 这个女孩子伤害佛陀啊 佛陀没有跟她睡觉 但是佛陀那个时候跟大家解释 虽然我这一辈子没有伤害她 我过去是伤害她 我过去是做一个流浪人 曾经强奸她 所以呢 她今天才会来伤害我 因为佛陀了解缘起 所以她不会恨 不会生气 我们不了解缘起 所以你会恨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不好 为什么你要骗我 所以各位以后不用问这个了 为什么你会骗我 我知道了 因为过去我骗你 为什么你要伤害我 我知道了 因为过去我伤害过你 各位要正解缘起 就是你要相信因果 那你既然相信因果了 那痛苦来了 不要怪别人 这个是什么 念一下 恶有恶报 自作自送 你永远要相信 如果各位今天来受八幻灾界 突然头痛 你要放鞭炮 称赞 为什么 佛经说 你认真在修行 产生头痛 就把本来要下地狱的恶业消除了 如果各位今天回去发烧 哦 你更要放鞭炮啊 太好了 为什么会发烧 你本来要下大热地狱的 因为你虔诚的受戒 所以也叫众业轻爆 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你越认真的时候 越障碍 哎呀 你要觉得很高兴啊 为什么 你越认真 那业障越容易消 业障要消之前 众业化小 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病痛 小小的不舒服 就像 就像 你身上的一个冤亲在主要 脱离你的心脏了 它会让你心脏跳好几下 不舒服 因为它离开了 所以 规法 那各位就要了解 凡事都有它的因缘和合 它的因缘果报 所以中国人说 要认命 但是基本上 有一句话 各位都会背 来 念一下 随缘消旧业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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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被欺负了 跌倒了 受八观摘戒 很高兴 要回家 下楼梯就跌倒了 你要马上说 随缘消旧业 本来关节要开刀的 跌一下 痛个半天 但是呢 永远不敢再吃鸡腿了 就是这样 莫再造新秧 你过去喜欢吃鸡腿 猪腿 怪不得你